你都用过哪些同步软件? 百度网盘,OneDrive,还是坚果云? 收费版的它们也许很优秀,但持续的贵也成为它们最大的痛点。 然而,免费版总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百度网盘的下载速度,传上去的大文件就像进了监狱一样,想再下载回来就得花钱保释。 OneDrive则售限空间太小,而坚果云则售限上传和下载流量限制,不利于大文件的传输。 今天给大家隆重介绍一款非常强大的跨平台同步和备份软件,Resilio Sync。 它的免费版本在容量,上传和下载方面不受任何限制,唯一缺点是不能释放本地空间。 但收费版本可以实现,而且采用的是一次性买断方式,99.9美元5个人, 平均每人140元左右人民币的价格便可以永久解锁一款极大成的同步软件。 如果大家想购买的话,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拼车,寻求车友。 如果你是小红书用户,可以直接点赞加关注后,申请加入视频左下方的Resilio Sync群聊,在群中寻求车友。 这里提醒一下,为了维护群聊中不混入恶意打广告的用户,我只会通过粉丝的申请,所以务必加关注。 言归正传,Resilio Sync又与其他三款软件不同,采用的是P2P技术,即Person-to-Person,直接从个人设备传输到个人设备,并不通过第三方的云端服务器,安全性非常高。 更不用担心,珍藏的私有资源被和谐。 但是,这种P2P技术也存在弊端,即需要分享端设备和接收端设备同时在线才可以进行传输。 不过后面,我会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接下来就带大家去电脑端,一步一步操作。 在浏览器中直接搜索Resilio Sync。 进入其官网后,下方有不同平台的下载地址。 手机端也支持安卓和苹果系统,在手机上下载即可。 其次,还支持各种不同品牌的纳斯。 需要注意的是,这款软件的官网需要特殊网络环境才能进入。 如果哪位朋友没有特殊网络环境也不用担心。 加关注之后,申请加入群聊。 我会把共享的下载链接放在群公告中公大家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直接打开安装包。 点击下一步,输入用户名并勾选下方的条款确认。 再点击入门,就来到了Resilio Sync的操作界面。 点击左上角的加号,一共有五种创建共享文件夹的方式。 前三种是自己创建的文件夹,第四种则是共享文件, 最后种则是加入其他用户的共享文件夹。 通常我们创建一个标准文件夹即可, 然后选择我们要共享的文件夹。 在这个窗口中,可以进行一些基本的设置。 我们把这个共享文件夹设置为其他用户可读写, 共享时间不受限, 然后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复制链接、 密钥和二维码四种方法分享出去。 这里我们选择复制链接的方式, 共享给其他用户。 这个时候,共享的文件夹就会出现在主界面上, 并在右方可以进行后续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去到另外一台电脑, 点击左上角的加号, 选择输入密钥或链接, 把刚才复制的链接粘贴到对话框中, 点击下一步, 选择存放的文件夹位置。 最后,去到分享端的电脑进行授权, 共享文件夹就设置好了。 那么,我们尝试新建一个文件, 看看效果。 去到另外一台电脑, 看看是否已经同步过来。 好,刚刚新建的文件已经出现, 我们在这台电脑上重命名一下。 分享端的电脑也已经同步过来了。 这个时候,两台设备已经建立链接, 可以完成双向同步。 大家还记不记得开头留了一个问题。 由于P2P技术的局限, 分享端和接收端的设备 必须同时在线才能进行同步。 那万一分享端设备下线了怎么办? 其实也很简单。 只要引进一个几乎永不下线的分享端, 不就可以了吗? 那有什么设备是永不下线 几乎24小时开机的呢? 应该有些朋友已经想到, 那就是手机。 我们在手机上下载 Resilio Sync这款软件之后, 同样点击加号 输入密钥或链接, 把链接粘贴上去。 点击完成, 然后去到分享端进行授权。 另外, 手机端还需要开启选择性同步 和使用手机网络数据。 现在我们尝试关闭WiFi网络, 看看手机的蜂窝数据能否进行同步。 好的, 没有任何问题, 数据都能正常同步, 这个时候就不用担心 因某一个分享端不在线 而没法进行同步了。 你以为到此就结束了吗? 你对Resilio的强大 其实还一无所知。 网络上有很多资源共享的密钥, 只要分享端还在线, 资源就永不消失。 下载速度取决于双方网速, 而不像BT种子那样取决于共享人数。 甚至步伐有实时更新的资源, 可以第一时间自动进行同步。 如果你发现还有什么更高级的玩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出来。 感谢大家的观看。